今天晚上的一起運動 帶你來掌握的是光州市大運的最新戰況 現在賽事已經進入到第八天了 目前中華隊所累積的獎牌數是兩金三銀四銅 那麼稍早我們帶你所看到的畫面 就是這次開幕當中 中華隊進場的時候有掌棋關 就是我們的女排好手王新婷 好 這是稍早的畫面 當然今天最重要的是金牌來自於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奪金重點項目跆拳道了 我們來看看稍早的畫面 畫面上所看到的就是今年 剛在市錦賽拿下銅牌的林婉婷 她則是在世大運當中 女子46公斤級的金牌戰 打敗了泰國好手 這場比賽非常精彩 因為雙方拼鬥到了延長揍死賽 最後林婉婷才以1比0擊敗對手 她所拿下的就是這次世大運 我們中華隊第一面跆拳道金牌 同時也是台灣代表團的第二面金牌 至於明天呢 我們的跆拳道還有出賽的選手 包括了像是董仁維還有吳少宇以及劉威婷 好值得一提的是莊佳佳呢 這次在67公斤級的賽事的表現 原因就是她先前才在市錦賽拿下了金牌 幾乎篤定拿下了奧運的參賽資格 所以明天狀況如何呢 我們會持續帶您來關注 而另外一個要看到的就是射擊項目了 在10公尺的空氣手槍的這個項目當中 政見妹吳佳穎拿下了銅牌 很重要的這也是我們在空氣手槍第一面中華隊 在這市大運當中拿下的獎牌 我也要感謝射擊協會就是這麼努力 這麼用心的栽培我 然後就是讓我有好的成績 然後可以在國際的舞台上面就是展現自己 然後我期許自己可以在接下來的比賽 越來越進步然後越來越超越自我 然後就是謝謝你們大家 謝謝 另外市大運射箭項目台灣凡曲宮 在男女團還有混雙都碰上地主南韓 其中男團稍早就以1比5隱恨拿下銀牌 女團的部分則是由譚雅婷、林詩佳、熊梅倩出馬搶下金牌 對手同樣是男韓 而最後呢我們就是以5比3獲勝 這同時也是我們這一屆市大運台灣的第一金 接下來關注的是男子排球賽 其實這次中華隊分組呢被稱為這一組是 這個預賽當中死亡之組 不過我們在預賽拿下了五連勝 甚至在今天的比賽當中呢 對上智利還是以直落三搶下了四強門票 接下來明天要對上烏克蘭 好至於在足球的部分 這次很可惜 我們的中華女族跟男族全部都出局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中華男族是首度參加 市大運的比賽 那麼對於加拿大這邊則是拿下了 我們的第一場的勝利 那另外在籃球的部分大家很關注了 這次我們的這個中華男籃 其實是非常年輕的一支隊伍 那中華男籃這次在預賽當中 全部都吞下敗仗了 所以總教練研心書他也說了 他說這批中華小將 其實仍然跟世界列強保有差距的 所以很希望他們透過這次的 這國際賽可以多多磨練自我 那至於在女籃的部分 雖然以預賽第二晉級 不過今天卻以68比77敗給俄羅斯 在八強止步 明天則是要打5到8名的排名賽 中華隊會碰上捷克 中華棒球隊這次則是以21U的 班底前進到光州 不過這兩天的比賽 其實都打得比較緊張一些 那總教練郭李建復也說 最主要是因為下雨天氣的關係 不然比賽不會打得如此緊張 例如說昨天在對上美國的比賽的時候 雙方打到了延長賽第10局 在突破僵局的時候才獲得勝利 以5比3拿下勝利 那今天在對上捷克的時候 則是打到第9局 最後由楊帶軍擊出了 再見全雷打 以5比3獲勝 至於在田徑項目今天成傑在400公尺跨欄晉級道的決賽 那麼楊俊翰則是在200公尺進入到決賽 也要持續關注他們的表現 那明天還有更多精彩的賽程 像是桌球預賽我們女團晉級道的冠軍戰 那麼在游泳項目包括林建良 會在男子50公尺自由式的決賽出征 那麼陳婉容則是在女子200公尺碟式的決賽要登場 那麼在網球部分呢 明天男單女單還有雙打混雙都有比賽 那羽球則是來到了賽事的第4天 包括戴智英等人都會出賽 更多有關光州市大運的最新戰況 請記得鎖定BAMO Sports一起運動的臉書粉絲團 另外還有SSU的大專學生運動網都有詳細的報導